今天非常开心 欢迎到窝底咖啡的店长江博成 Ken来到摩托转发 欢迎店长Ken 嗨 大家好 你好 首先问一下店长Ken 当初怎么会创立这个窝底咖啡 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起心动念因为自己本身一开始是广告业出身的 所以加班熬夜是很日常的事情 身体也会多少受到影响 所以就不禁思考说除了这个行业之外 还可以从事哪一个 那自己本身其实上班也会喝咖啡 所以对咖啡也有一定的兴趣 那也喜欢跟人家分享 所以就会慢慢思考说 是不是可以创立出一个空间 然后结合我自己喜欢的事物 然后就有了这间店的诞生这样子 那怎么会取名叫这个窝底呢 窝底它本身是有几个意思的 那谐音译第一个就是窝底 我的咖啡 对然后再来就是窝在巷底 因为我们是一间在巷子里面的小店 老宅 对老宅店 那这个装潢的灵感是很旧油的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吗 还谈不上古色古香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店落在教师新村 它是民国省政府时期所规划给台中教师的住所 对那边只有教师是有优先购买权的 那都是透天的 对所以刚刚问题是 就是装潢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是保留 还有他们现有的整个外观 那像是店里面的特色还有就是 就是会有花窗啊 对然后会有客厅的橱柜 这些我们都保留下来 没有把它特别拆除 对 那再来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因为沃迪他被成立已经11年了 对 对 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呢 困难的就是创业初期 可能比较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来店里嘛 那他们因为11年前 大家对小店文化还没有那么理解 所以可能他抱持着很高的期许来 然后发现可能做的有一部分没有到达他想要的 他就可能会留下一些不符合事实的 可能 对对对 那其实到后来我们也就觉得还好 对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自己会逐渐形成一个客群 对 那他我们的店家特色也会慢慢出来 大家的接受度也会慢慢提高 就不会太特别在意这些所谓的评论的部分 是终究还是会有适合自己的客群 对对对 那再来就想问一下 那个店长 看你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呃 经营理念的部分嘛 对 因为我是希望说 我们的消费者 他来到咖啡店会像是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对对 不管是来店里聊聊天啊 然后聚会或者是阅读 甚至是工作闲暇之余 有个可以喘息的空间 对 这是我们想要给顾客体验的 对 那企业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 因为我们是经营十一年间的 十一年的咖啡店 对 那在这个不断求新求变的产业来说 还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 对 对 要维持跟顾客的连结 那当然还是要依照自己的步调跟节奏前进 是 对 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那还要持续性的 给这些老顾客一些新鲜感 对 所以他核心价值应该来讲是情感的连结吧 对啊 就像是店里有很多老东西 对有一部分人来讲说 这老东西可能用不到 他就淘汰掉了 但有一部分来讲 他其实喜欢的是这些 记忆留下来的痕迹跟小时候的回忆 对 他带给顾客的是一个亲切感跟舒适 我想这个情感的连结也是对于这个 顾客的之间的维持黏着度是很重要的 对 没错 那再来就想请我们店长 Can跟我们说明分享一下 店里所贩售的咖啡还有咖啡豆 这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我们咖啡跟甜点的部分都是自己烘焙处理的 从世界各产区的咖啡豆 精品咖啡豆 还有挂耳包 还有甜点的部分 像是英式的手作史康 巧克力布朗尼 还有法式手工咸派 棒蛋糕 生乳酪等等 都是我们慢慢研发制作的 所以选项也是不少 是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咖啡豆 它是像是耳挂式的咖啡吗 不是它是半棒的咖啡豆 它是圆豆 对那你回去需要再做研磨处理 对那也有分说你是要做手冲的豆子呢 还是美式机的豆子 甚至是义式机的豆子 对 所以它是回去是没有办法直接放入咖啡机去 如果你的咖啡机本身是含有研磨的部分的话 就直接放进去 对 那像它这个产地是不一样的吗 对 所以这个味道也是不一样吗 对好比说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耶加雪夫啊 它的表现几乎基本上都是以花果香气柑橘香气为主 当然跟处理法还有焙度都会有影响 对那就是我们要跟消费者跟顾客做一一解释的部分 是 包括那个烘焙 对 还有甚至是我们的烘焙的机器 对 因为我们也有烘豆丝国际烘豆丝的证照 这样子 嗯 所以烘焙的机器 也会影响这个喝出来的味道 对 机器手法还有时间温度所有的因素都会 甚至是天气啊 对 天气也会影响 还有环境温度也会影响 对 那真的是一门学问 对啊 是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些咖啡之外 刚刚有提到你们的甜点 像是棒蛋糕啊 或者是布朗尼啊等等的 这些也都是自己去手工制作吗 对 对 那我们初期也是自己慢慢的研究摸索 当然也有失败的经历啦 可是我是觉得说 那你有些这些失败的经历 才会成为你往后加速成长的条件 对 对 是 那像是这些甜点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是卖的最好的 比较 我们的新型司康算是蛮受欢迎的 对 因为我们有结合、离合啊 还有过年过节可能会有 像是端午节会有咸蛋黄的司康 很特别 对 还有其他很多口味 像是咖啡口味、伯爵口味 还有肉桂口味的 对 大家的选择都蛮多的 对 对 我想 呃 司康是蛮适合配咖啡的一个甜点 是 是 那再来呢 就想问一下店长 Kent这个未来的短中长期规划 短中长期的规划 我们 短期部分就是希望可以更进一步 提升所有产品的风味表现 对 然后还有 设备的更新 因为我们的 开的时间比较长 对 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更新的 再来就是进一步 给老顾客有一些新的消费者体验 对 那更长远的部分就是提升品牌的识别度 还有增加销售的通路 还有发展其他的可能性 甚至将更多的咖啡指示给顾客 甚至是校园里面的学生等等 对 那刚刚店长Kent有提到 给顾客消费者一个新的体验 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呢 比如说因为我们精明咖啡文化是 不断的在做风味的进步跟调整 对 那我们的机器相对 也是要不断的去做更新 甚至是 比例手法这些都要去做 调整这样子 那想必这个机器的更新也是一个蛮大的成本 当然 对对对 OK 最后最后 我想问店长Kent 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人他也是想要 从事这个咖啡相关产业的创业的话 你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建议跟重工呢 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业者 基本的必要条件就是你在执行一个计划的时候 你要 会有明确的目标计划还有执行力 对然后你要足够了解自身不足的部分 对然后要有强强化自己的整合能力 对大概是这样 是明确的目标跟计划 还有执行力 对 是非常重要 是对 然后还有我刚刚店长Kent有提到的 整合能力在身为经营者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对是 因为经营者他必须管理各方面各个层面 对没错 人事啊商品啊进出货啊等等 控管之类 对没错 是 那 假设如果这个年轻人他要创业的话 你是会建议他创业还是 在这个时 在这个时代你会先建议他先缓缓 先多观察 先观察或缓缓 我是觉得如果你的条件具备了 对 你觉得自己绝对做得到的那就去执行吧 所以你是偏向支持去创看看这样子 当然啊可是要先决条件是你的条件要具备嘛 比如说你什么是条件具备是资金啊你的专业能力嘛 对还有你的整合能力是不是足够 但是缺一不可嘛 对啊有些人可能少了一两个就觉得自己可以了 那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动作 对 因为他就觉得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真的讲到重点了 这个条件具备是很重要的 因为缺一不可 你万一缺少一个很容易在你可能初期 几个月或几年就熟掉了 对 没错 是 我想这个创业者还是要经过三思 然后再去 对啊 甚至是还要考虑到环境影响 环境 有可能是像是我们前几年遇到的疫情 是 对啊那到现在我们的疫情复苏后 后疫情时代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创业 当然选项是变多了啦 可是 适不适合你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因为时代在变 或者是整个环境在变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确实 对 是 这是真的 因为现在的经营方式可能跟我们以前 十年前就是不一样 对 没错 是 然后现在时代要这么的快速 嗯 是 那像这样子 就是WODY咖啡它有 有要往像是线上经营的方面吗 线上经营的方面可能是比较后期的 对 目前是短期没有这样子的计划 是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的东西 能够邀请到WODY咖啡的店长 Ken来到我们的肉专房 谢谢Ken 谢谢